回顾袁隆平院士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会发现他与我们海南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 海南的经历是他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三年年了 八十八 身材可以 我是六八年开了海南 我在海南呢 今年是五十周年了 比你年纪的大吧 这是二零一八年元老的一段采访 彼时的他侃侃而谈笑容满怀 一九六八年 袁隆平背上行囊 先步行 后乘汽车倒火车转水路 一路颠簸 踏上海南岛 落脚三亚南洪农场 他是为开展杂交水稻科研而来 自此之后的五十多年里 他领导的杂交水稻科研团队 每年都要来到海南 开展科学实验与研究 有时长达数月之久 条件艰苦 也挡不住奋斗的心 和乐观的性格 特别是山亚 林水 罗东 就是 就是 蛾带天堂 名字 是我许的 抓住一个 百味大一时代 这是宝地 来培评种 这个是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袁隆平说 三亚是个宝地 海南是他的福地 他说 几十年来 我的许多重要科研 都是在海南完成的 正是因为 1970年 在海南发现了第一株 野生稻 雄性不育株 自己 才能于1973年 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 超级稻 有三分之一的工程量 是在海南完成的 在山下选择一个 雄性不育的野生稻 那是打开了突破口 就得到一个特等 让你讲 我们陪一个贫草 要大个世代 才能出一个贫草 如果不在海南去 我在湖南 要八年 在海南到的 今天发现 明年就可以吃了 五十多年来 袁隆平和他的同行们 同事们 几十年如一日 每年冬夏季节 都像候鸟一样 到中国的天然大温室 三亚 进行农业科研试验工作 袁隆平曾说 三亚的气候条件 自然资源 和三亚人民 为杂交水稻的成功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贡献 我们把这个水稻博物馆 建起来 我们的第五次超约 首先海南实现 海南的前途光明 前途市井